大家好,我是游钓行 潮天钩是传统钓中最典型的钓法 用它在野钓环境中在复杂的水面和水下钓鲫鱼啊,那是一决 水面杂乱无章,哪怕只有碗大的小洞也能够下干 水底呢,即使草根杂物或者乱石密布,也很难挂底 在做钓的过程中,有口就能种鱼,空干少,命中率高 可以说潮天钩真的是传统钓中最典型的存在了 因此有一部分传统钓的爱好者,对此爱得痴迷 长期坚持自己制作潮天钩 在制作的过程中,长期反复与实战相结合 从而不断总结和积累出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在这些经验中,又不断的提炼升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实战做法 我今天呢,就给钓友们,特别是喜欢传统钓的,喜欢潮天钩的朋友们 介绍一位啊,来自上海的名叫龙韵八的钓友 在我的评论区,无私分享了他几十年制作和使用潮天钩中形成的宝贵经验 说实在话,对于喜欢使用潮天钩的钓友 看了他几十年的制作和使用潮天钩的经验呢 一定会有极大的收获 因为他告诉你了,使用潮天钩的正确方法 他把使用和发挥潮天钩最大优势的精髓 毫无保留的概括出来,并分享给大家 只要你领悟了,你就不会在使用潮天钩的时候出现偏差 就能够按照正确的方法使用,就能够发挥出潮天钩的最大优势 你就会成为使用潮天钩的高手 好了,我有感而发,又显得啰嗦了 下面呢,我们来看看这位上海的潮天钩制作和使用的高手是怎样说的 他说,潮天钩的特点就是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四十五度超天 潮天钩的垂钓精华就是引钓 潮天钩牵振的作用不是配重,而是为了角度 潮天钩必须调漂,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潮天钩的线组最好不是一线到底 潮天钩吊草洞,藕塘,树洞,风小天,以七星片为好 晾水,大水面,河底干净,风浪大,还是利片最好 潮天钩的制作必须要有四十五度的线孔 千坠不能大 这是一个数十年潮天钩制作者的忠告 看到没有 龙韵八这位钓友,以上的概括是非常的精炼 全是干货 作为经常使用潮天钩并且有一定经验的钓友来说 这完全可以理解 或者有共鸣 无需做什么解释 但对于喜欢使用潮天钩还没有总结出经验的钓友来说 有必要展开来说一说更容易理解和明白 他的第一句话说的是潮天钩的特点 这个特点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做到四十五度超天 这个四十五度超天指的是钩尖 如果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钩尖没有达到四十五度超天 就失去了潮天钩的优势 在潮天钩柄上配置的千坠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他说潮天钩的千坠作用不是配重 只为了角度 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为了保证钩尖四十五度超天的 很显然 只有在制作的时候达到了超天钩的四十五度超天这个标准要求 而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够保证四十五度的超天 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因此呢 我们在使用潮天钩的整个环节中必须做到让超天钩勾尖超天 这是不可忽视的要求和标准 上面他说的这是第一层含义 他说的第二层含义是潮天钩的精华是引调 这不难理解 就是我们常说的逗调 逗调有许多手法 我以前呢 在视频中也分享过 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翻来看看 他说的第三层含义是朝天钩必须调飘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他可能是针对有的调友认为朝天钩可以不调飘而说的 他说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那就说明朝天钩不调飘是不行的 调飘才是正确的 只有通过调飘才能够达到朝天钩和七星飘的重力 和福利的平衡 才能实现鱼吃狗信号的最佳灵敏度 上鱼的效果才能达到最好的状态 他另外还说了其他的几层含义 比如朝天钩在不同环境中可以用七星飘 也可以用力飘 这些都很容易理解 这里就不一一展开说了 对于龙韵巴这位调友分享的这些经验啊 我认为是非常的珍贵的 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同时呢希望对朝天钩有兴趣的调友啊 有所帮助和启发 好了喜欢视频请关注长按点赞三秒 谢谢了